是比較長輩媽媽的 他們在那個時候 其實不會追劇 也不會久坐 可是你會看到很多媽媽 他們在這一圈 也是很大 那這個就跟他們早期的坐席有關 因為他們很多會背小孩在背上 對 然後去務農 或者帶小孩 或者坐家室 小孩就背在後背 然後他們的臀部這個地方 其實是要去頂上去 去撐住這個小孩的重量 或者有一些負重的 像可能務農的話 他可能背一些比較重的東西在後面 那那個身形體態裡面 他會靠著臀部後腰這個地方去頂上去 所以他在腰的地方這個肌肉 他比較像是勞動而不是運動 所以這邊的肌肉 他反而比較容易受傷 然後下面的臀部這個地方很少去出力 所以他們會看到就是比較多 一樣是脂肪囤積在這個部位 有 有 這個我有深刻的感受 雖然我本身是沒有務農啦 但是就是因為你知道 就是做家室啊 就要背著小孩啊 然後不然就是媽媽包 現在其實都很重欸 出門就是要帶很大包媽媽包 然後我就覺得 我的屁股就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然後這個第一胎的時候 我去那個產檢 然後那個醫師就跟我講說什麼 喔 小姐 你這個大腳痰喔 很好生喔 可以生八胎 你都黃醫師說 我可以生八胎 誰要生八胎啊 然後我就覺得 欸 醫師我真的很想請教 這個大屁股跟生小孩 真的有關係嗎 來始作俑哲 對啊 寶倫哥 我們今天節目叫媽媽好生 其實講話技巧很重要 講得好媽媽好神聖 如果講得不好媽媽好神經病 會到人家 所以我看屁股 可不可以決定它好不好生 從專業上來講好不好生 包含三個因素 第一個硬體結構 的確骨盆比較大 或者骨盆形狀比較好 有時候不是只有大而已喔 你要知道買房子豪宅很大 但是格局不好也沒有用 對 好改變喔 你這樣講得好清楚 哇塞好習慣 這附起來我現在地板 我的地板 我那是地板 所以剛剛提到結構是其一 第二個叫做小孩子 小孩子的胎位大小 第三個還有你 你生產如果子宮收縮力氣的 好或你平常你在用 這三個才是構成好不好生的 重要因素 對 其實這個看到的是 屁股肌的外面 這個叫皮膚 第二個 這裡這個黃色是脂肪 第三個脂肪下面有一堆肌肉 後面是骨骼 所以你所有看到外型包裝 其實是這四個結構來的 那怎麼樣讓它支撐好 其實要靠裡面的肌肉 肌肉才是最有支持力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重視 核心肌群以及肌肉的運作 其實是利用肌肉彈性把它撐起來 當然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現在醫美很多可以協助 因為注射或者是外面的一些工具 也是一個幫忙的方法 對 同意真的太久了 有一個方法想說讓自己的腰瘦一點 然後臀部結實一點 然後就浪費錢做了一些事 浪費錢是他比較會的 來 苦主 苦主 對 因為我是不太愛運動的人 而且你知道就是要運動的時候 他們約好什麼時間運動 我永遠都是遲到的 有啊 Vicky跟小禎都會去運動啊 對啊 我有跟他們啊 譬如說九點要到 我大概就是自己抓 我們要上兩個小時 我就抓後面半個小時到 聰明 然後之後就去吃午餐 對 聰明 所以我就是因為不愛運動 不愛運動的人就得花錢 就是請別人幫你運動 所以我就是花那種 你要幫你推直有沒有 推直 按H按摩 我大概這樣 四年花十幾萬 真的還假的 大概幾十萬 不是十幾萬 一年大概四萬多嘛 哇塞 這個貴婦來課程 超有效 你現在看到我腿跟屁股 因為你不是你真的很漂亮 幾乎每天去推 對 那你洗完澡會擦一些什麼瘦身霜 像 一致的那些 我也有那個 哎呦 我也有穩穩 很可以說這支超貴的 這支推臉的嗎 沒有 這支超貴 沒有 凱文姐妳有一支 因為我們一起買的 哈哈 我也有 還有小的 這支很貴 因為其實這個夾是很多 它會夾 像這種緊實的 就拿來擦小腿啊 那像大腿 因為可能屁股這邊 脂肪比較多 就擦這種 塑身就是可以削紙的 削紙屁股 可以燃燒 然後呢 你就是削完之後 對 要體刷 有沒有 刷刷刷 刷刷 誰幫你刷 妳老公啊 是 我 妳都刷 妳都不看她了 老公都不看我 還幫我刷 那小腰兒 有沒有什麼自己的撇步 有 我覺得那個 東方女生很容易長馬鞍 在屁股旁邊有兩塊 就是 閃西醫生氣有沒有 張開了 對 然後我之前就是 我覺得運動很難 運動到那兩塊 所以我就去做過雷射融指 妳覺得有效嗎 我覺得 削掉多餘的部分很有效 可是妳的屁股 基本上還是大的 所以我後來就開始去運動 我覺得去跑步是很有效的 就是屁股會翹 如果你爬坡的話 對 然後可是因為 其實生完小孩 有時候比較沒有空 然後後來呢 我就聽說 生完小孩的人 你知道 骨盆易放難收 骨盆易放難收 那好猛喔 所以我就後來用骨盆束帶 然後有這種自己束的 還有這個是完全沒有彈性 這個耶 這個不是生完的時候有用骨盆 各位親愛的朋友 這個是很有名 這個號稱是印度的 對 就是印度生小孩 可是這個是沒有彈性 我以為這個是埃及買的 沒有 木乃伊有沒有 他們說印度人生完小孩要這樣綁 所以那時候我生完小孩 他們幫我綁 我看我綁完之後 我沒有騙你 我用了三條 然後綁完之後 綁完之後我沒有騙你 我血壓標到180 真的嗎 好像綁太緊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做這個 沒有用 不是沒有 可是之後他們就說 他說生完以後一定要把 是因為他說什麼 讓骨盆回到你來的 對 一天之外還要幫你綁 什麼五上六個 對 讓你歸位 對啊 可疑神真的有用嗎 骨頭 懷孕的時候骨頭 骨盆會不會真的撐開 其實有研究顯示 帶撐開一公分出頭 對啊 這樣會暈嗎 對 因為 這樣你們漏碎了嗎 你怎麼說 你的藉口沒有辦法用 一公分也太少 一公分是這樣 一公分是胖幾公斤 因為我們在骨盆最窄的地方 大概以骨頭來計算是十公分左右 寶寶的頭大概九點多 你還要加上你裡面還有肉 一些豬汁 所以為了懷孕 大概撐開 有人把最中間 這個叫齒骨聯合去測量 伸完大概會差一公分 可是你為什麼整個屯形 沒有人相信只有一公分 對啊 我講的是鋼骨結構 其實是一口同心 對啊 我講的是鋼骨結構 打開一公分 可是你外面水泥鬆弛了 還要再包裝鬆弛 那為什麼才是問題 那我們在看的時候 如果是大家在乎的屯形 講的是整個外牆結構 讓整個外牆如果它被撐開 那為什麼會撐開 其實就是在生產的時候 身體會分泌那個荷爾蒙 鬆弛素 那鬆弛素在分泌的時候 它是讓韌帶鬆的 是為了女性就是方便生產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你是有一些高危險 譬如說你過去已經有摔傷的 或者你過去喜歡翹腳的 或者是你過去有一些不好習慣 就攤坐沙發 那你在生產的過程裡面 因為韌帶比較鬆 所以它可能會拉得比較遠 你就會看到你的骨盆的狀態 是越來越歪 所以可能內部只有差一公分 可是它外面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最後就差到五公分或者更多 因為我們看過 有一些差到兩寸的 對 所以其實它是會有差的 那王醫師你直接告訴我們 那個速度帶對我們有沒有效果 我這個人堅信一件事情 就是No pain no gain 天下沒有白吃午餐 那個躺在那邊刷的來 因為綁的就是 刷啊 塗啊 有 絕對有用 我把你放85公斤 你放棄看 你這個老骨板你不懂啊 不然你去鎮鎮鎮 我已經鎮鎮了 我不懂 你去鎮 主持人內吼 主持人內吼 我覺得我同意黃醫師說的 No pain no gain 是不是 可是No pain是 我們穿那個塑身衣也很便宜 那個Pen沒有用 那個也是便宜 那其實我們要講的東西是說 你造成你這個一圈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你的體重沒有增加很多 譬如說你體重只有增加兩公斤 那你這個地方突然多了兩寸三寸 那就有可能是因為你骨盆的歪斜 造成你整個結構上面它是歪的 所以你測量的時候你的體態就是不正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胖了20公斤都沒有回去 那你再怎麼綁也沒有用啊 因為它實際的脂肪就是在那邊 所以它其實為什麼會有些人說有用 有些人說沒有用 綁六個月就有用 綁六個月就有用 綁六個月下 在身上 哇塞 那你瘦成這樣神蹟耶 所以你看不看 然後就靠花錢啊 對 花錢要做完月之後 在那段時間還要靠自己 然後大家要請 沒有雄厚的財力沒有辦法打 也是 殘一殘 殘到胃都被擠壓了 就沒胃口 然後就吃不下 就納受就這樣 那有一點 你也不建議殘太緊 因為我們其實就有看過 就是那種殘很緊的 尤其是晚上也綁很緊 白天也綁很緊 那這邊如果說有一些就是 比較大的血管被塞住 就是被壓迫到了 那個就會影響到血壓 喔 所以那其他那些 外在推啊拉的那些東西呢 還有雷射容器啊 如果是雷射 那當然就是 就是破壞一下 瞬間的 可是如果是推啊刷 我們能夠做的東西 它其實都是表層 它一定碰不到你的肌肉 就是你的表層是什麼 就是脂肪 脂肪老實說它是可以活動的 是 然後但是你沒有辦法去用 任何就是 比較深的這種脂肪喔 它就是一點點 可是像我們這種沒錢的 就只好自己運動啊 可是你知道 當媽的應該都瞭解 只要當媽有小孩 哪有時間做運動啊 對 對 所以我後來就有想說 好 但是我還是要做肌肉的鍛鍊 我就來夾屁股 可是我就 真的喔 我就很努力 工作的時候也夾 然後帶小孩也夾 擠奶也夾 可是我覺得我好像夾了 一兩個月看不出效果 然後又覺得好累 可是妳身材已經很好了 對啊 沒有 但是是假象 其實是鼓勵 人家夾屁股